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之乱风波还没有平息 今天内政部长徐国勇再度重申 自己事前不知道警政署长陈嘉钦 要求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嘉昌交出手机给检察官 还原事发经过 徐国勇表示一切都是看到警政署的新闻稿才知道的 对此陈嘉钦今天只回应了四个字不语之论 署长要求局长交手机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是看到新闻稿以后 怎么会署长要求局长交手机 再一次重申事前不知情 警政署长陈嘉钦要求北市警局局长陈嘉昌 把手机交给检方以招公信 而是看到警政署的新闻稿才知道 我也有打电话问一下署长说 你怎么叫他交手机 那署长有跟我解释他是好意 我已经都说明过了 我不语评论 陈嘉钦冷回四个字不语评论 对比前几天的激动情绪真的差很大 被误解成说我逼迫他交手机 我是善意的 而且他也同意我的建议 把我的手机也愿意提供给地检署 鉴定出来的结果 我也是坦然心然接受 面对陈嘉钦的建议 陈嘉昌也亲自到北检应训交手机 媒体也报道日前警政署召开会议 陈嘉钦对于松山警分局之乱 哽咽的说自己能再做多久都不知道 要求交手机是因为太多错误连结 让外界失去信任 警政署长清土交手机内幕 上头长官徐国勇 则是事前不知情 简称黄春博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